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问一下所谓专家的意见 当然我并不是说专家不好 我们知道在澳洲尤其是在我们说的土澳 基本上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像修马桶啊 刷油漆啊 割草啊 甚至于修理家用电器 这些小活儿啊 开个玩笑 那其实在专业领域呢 基本上还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比较合适 那么所以说在这个澳大利亚或者说澳洲的话呢 在股市里散户的参与度 其实并没有中国这么高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话几乎是人人炒股 但是在澳洲普通人 正常来说的话呢 他们通常是把钱交给专业的人士 或者呢 仅仅是放在养老金里面来操作 本人呢 基本上不太会直接参与股市交易 民众的参与度上来说的话呢 虽然澳洲资金很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以机构 或者是以公司的形式在参与 那么再回到专业角度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在澳洲啊很多时候 即使是我本人在前几天在查看某一个事件的时候呢 也会看到在澳洲最大的财机媒体 比如说AFR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这个媒体上同一个专栏上下两篇文章 是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看一下下面这张截图 我们就知道呢 在第一条 他说的是美国股市将会继续向好的地方发展 推翻市场对它牛市的推断 就是说美股会继续上涨 但是就在他这条文章的下一条 也是4月21号 就说到呢 股市可能马上就要开始回调 并附带出了原因 你说我要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 我要是刚出学者 看到两条截然不同的观点 我到底是信谁比较好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作为初学者或者我刚入股市 当遇到截然不同的观点时 我该怎么做 当然我的观点并不能说 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 至少呢可能是给您做一个参考 这个当我遇到信息完全不一致的时候 我自己会怎么判断 首先就是呢 当你在买卖的时候 你要看你到底是急还是不急 比如说我现在只是仅仅 只是看一下这个特斯拉 目前跌了这么多 是不是可以差不多要该进场 还是它会继续跌 但是我并没有意愿说 马上要买卖 这个时候如果你发现市场上有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而且呢 这个两边的声音看上去都势均力敌 那你就不妨再等等 等到声音大部分趋向于一边之后再做决定 这个是你在不是很急的情况之下 那么第二种 如果说我马上就想交易 我马上就想参与买入或者卖出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需要多听不同的声音 我这边说到不同的声音 更多的是来自于你需要听左方中间和右方中文和英文 几种完全不同渠道来源和他们所在立场的这个观点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通常我如果是看看澳股或者美股的话 我会同时看 AFR网站 Bloomberg CNBC 华尔街见闻 华尔街日报 FT也就是Financial Time 雅虎财经 等等这么几种 在这几种网站中 如果我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去澳洲的这个股票论坛 Hot Cooper也会去找一找 在以上媒体中 他基本上覆盖了不同的角度 包括了澳洲的角度 英国的角度 美国的角度 海外中文角度 和中国本地中文角度 几种不同的观点和声音 他们所站在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 更加全方位的来了解问题 避免出现这个信息差 第三点呢 就是说到的 除了网上找信息以外 你还是要问人 问的人不仅仅说 问身边的大爷或者二叔 你需要问一下的是 至少你知道他是有几年投资经验 并且尽量还是一样 一句话 选择不同的人来问 比如说你知道他的风格是比较保守的 你问一下他的观点 对于特斯拉的观点 对于腾讯的观点 同样一个 你知道他也交易了几年之后 但是他的风格是趋于激进的 你也是问他 激进风格下 那个人的投资 对于特斯拉现在的看法 对于腾讯现在的看法等等 这样 你可以获得更加相对于全面的一个判断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我们需要知道 在我们了解 当你做网上的一些搜索的时候 了解一些网上所谓专家的说法的时候 尽量选择那些 有过实际交易经验 可以有迹可循 或者说他本身就是资管的那些 明星的这个投资经理 不要找那些网上名不见经传的 可能他就是个大学毕业的普通分析师 直接一点说 如果你真的要看长期的观点 你就跟着巴菲特就行了 其他你啥也别看了 你自己的观点 基本上90%以上 你是跑不赢巴菲特的 那么短线来说的话 那问题就稍微复杂一点 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都说短线交易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实有一些简单的方法 经过时间的论证 它的成功率是可以达到50% 甚至于60以上 我们知道投资很大程度上来说 它就像一个数学的概率 你一次两次看不出来 但是你只要成功率是超过50% 累积的次数足够多 那么最终盈利的比例 就会超过你损失的比例 它其实就是一个数学概率问题 那么很多短线交易方式 比如说我们说的海归交易法 比如说我们说的顾比倒数线 顾比均线等等 这些交易法在时间论证中 有超过50%以上的概率 它是可以帮助你获得利润 或者是能赚钱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绝大部分的人 他并不是海归 他往往会有自己的一些主见 和自己的一些主观判断 导致一个情况就是 我们说的海归交易法 这本书里面也写出 那个作者专门找了一大堆 对于金融是一窍不通的人 但是只是告诉他们 严格按照几种方式来交易 这些人反而 他的表现会大到超过 那些名校毕业的 美国的基金经理 原因是什么 那就是人性的问题 往往我们的贪婪 我们的主观判断 我们的各种思维情绪 会导致你在判断一件事情上 会出现不太全面 过于片面 或者说过于极端的一些想法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对于初学者 在进入股市 进入投资里面 一些当你排环 当你迷茫 当你听到左右观点不一样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的一些 简单建议和意见 感谢收看 喜欢我们节目 记得点击关注 并且收藏 点击小铃铛 那么下次我们再有更新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 好了 下次节目再见